听闻学家首次亲眼目睹了一个遥远星系的死亡 他们将其描述为真正的极端事件 当星系中的所有恒星死亡 并且不再有新的恒星形成时 星系本身将不复存在 当所有的星系气体都喷出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从而使星星不可能形成 在2021年1月11日《自然听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科学家们首次探测到了这种罕见现象 编号为ID-2299的星宝星系距离地球大约90亿光年 因此当天文学家偶然观察到它时 他们看到的是年龄大约为45亿年的宇宙 天文学家说ID-2299每年损失的星系气体大约为1万个太阳质量 这迅速耗尽了形成星恒星所趋的物质 如此惊人的星系气体耗散 似乎是由于两个星系剧烈的对撞合并造成的 最终两个星系融合成为ID-2299 目前星系形成恒星的速度比银河系快数百倍 这进一步耗尽了其剩余的宝贵星系气体供应 因此预计ID-2299会在几万年的时间内快速死亡 论文主要作者安纳格拉奇亚 普格里西安妮格拉奇亚 普格里西在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声明中说 这是我们首次在遥远的宇宙中观察到 一个典型的巨大恒星形成星系 由于喷出大量的星系气体而走向死亡 天文学家认为 之所以认为这种现象是星系合并的结果 是因为它们能够看到罕见的潮汐尾巴 而通常在遥远的星系中看不到它们 天文学家认为 这种拉长的恒星和气体流是星系合并的直接结果 虽然它们只观测了星系几分钟 但足以发现难以捉摸的潮汐尾巴 论文的合作者之一的埃曼·努尔·达迪·伊曼·埃·雷·雷·达迪说 我们的研究表明合并可以产生气体喷射 星系风和潮汐的尾巴看起来很相似 这可能使我们改变对星系死亡的理解 如果研究团队是正确的 即星系合并导致了巨大的星系气体损失 它们将需要重新考虑 有关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 以及它们如何死亡的先前理论 其它理论表明 活跃的黑洞或强烈的恒星形成 引起的星系风是造成此类死亡的原因 论文合作者之一的杰里米 粉丝博士Jeremy Fentz说 研究这个单一事件揭示了 这种事件可能普遍存在 并且许多星系都遭受了这种引力造成的 星系气体流失的可能性 包括误解了许多过去的观测 这可能会对我们让真正塑造 星系演化的理解产生巨大影响 普格里希也认同这一重大成果的意义 他说 我很高兴发现如此独特的星系 我渴望对这个奇怪的天体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我坚信 关于遥远星系的演化 有一些重要的资讯要学习 这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偶然发现的 当时团队正在检查 由阿塔卡玛大型望远镜镇 Alma制成的星系寻天结果 该寻天结果只在研究 一百多个遥远星系中的星系气体特性 Alma仅观测了几分钟ID2299 但是却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 来研究星系及其潮汐尾巴 论文合作者之一的卡拉·祖克斯塔 Kaira Sarkosta表示 Alma揭示了遥远星系中 恒星形成停止的机制 见证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事件 为星系演化的复杂难题增添了重要意义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